レオ聊世紀 天天龍心 那大家好 我是レオ 今天來看伯格地人對場孟加拉人 這套比賽是公寓杯的比賽 我們介紹一下孟加拉人這個文明特色 他的村民是每生一個時代史 都會從城鎮中心多增加兩個村民出來 所以孟加拉人的村民是 通常都會一直在領先的狀況下 所以有些人也會說 如果中國選不到的話 就選孟加拉人 有這一派的說法 那我是覺得有點稍微不同 那孟加拉人不可否認是 他後期帝王時代 聰明的加速速度非常快 城堡時代開5TC 升帝王時代獲得10隻聰明 這個效果是非常恐怖的 那後期的孟加拉人 主要是打三項之力 抗招降、抗外增傷 還有攻擊速度增加的大象能力 不管是讓他打毛象夫還是象公 都可以吃到這些加成 那後期的孟加拉人主神 主要是打象公、毛象夫 還有肉馬 肉馬對毛兵還有加兩點 傷害 還有這個僧侶為主的文明 那接下來看一下伯根帝人 伯根帝人最大的特色 可以提前一個時代點下經濟科技 黑暗時代可以點硬龍銀幕 而且他的火槍有25%傷害加成 不管你是要出火槍還是火炮 傷害都是非常高的 到了地龍時代 可以打馬上輕裝騎兵 還有速成遊俠 這個速成遊俠是 馬舟科技半價的關係 所以可以更快的 去把自己遊俠給點出來 那伯根帝人後期 也可以考慮打著一波革命流 但革命的部分呢 我是覺得不太優秀 不優秀的原因是因為 你需要把自己的村民 全部變成民兵 這樣子 是 孤注一指 雖然蠻看情況實用的 並不是可以當成一個 常冠的招式 好 那接下來 看一下海戰的部分 海戰的部分 孟加仁 他的船艦是會自動回血 所以在這方面 他比伯根帝人 還要更有優勢一些些 那 伯根帝人這邊是 兩個碼頭開局 應該是不會棄海 通常雙碼頭開局 就是要來 打這個戰船 就是要來跟你 打這個 海戰 爆戰船一波 那這邊伯根帝人 生的時代非常快速 十九村就出去了 那孟加仁這邊是 十二十四P 已經來到了封建時代 應該是二十二P 那這村民處怎麼這麼多 25 26 沒事 看錯了 這邊是漁船啊 漁船處比較多 哇 漁船處比較多 被懲罰嗎 漁船被點掉了 一艘 第二艘也有機會 繼續點 要不要先點漁船 我覺得點漁船比較讚 再點 再能把這艘漁船給點掉的話 就 賺爛了 好 點不到漁船點村民 這村民沒有織布 哇靠 差一點點掉了 OK 那這邊賺了四艘漁船 那這樣就不虧了 那目前呢 孟加仁喔 還是兩村的優勢領先 醫生時代 多兩村 所以孟加仁這邊的經濟加成 就會效益比伯根帝還要好 那伯根帝人這邊 前提損失了這麼多的戰艦 而且如果現在還要防守起來的話 可能是有點困難的 所以這邊就要看DOT 要不要繼續打海戰 那目前明確的看到 這個漁船已經被打掉很多艘了 那孟加仁這邊是 繼續鼓了一些漁船過來 那伯根帝人這邊呢 可以考慮 趕快存資源生 城堡賽了 海戰的部分直接放棄了 或者是趕快下去有開一個新的碼頭 下面這個湖呢 只要拿到優勢的話 自己就可以開 開這個三生物 撿回一下 經濟加成是很可怕的 這搭配伯根帝人的葡桃 伯根帝葡桃園 可以增加這個 農民 在田地裡找到黃金的效果 每25個村民 可以增加一點生物的黃金產量 25個左右吧 所以伯根帝人呢 如果後期農田50片田的話 再加上三生物 然後地圖上的四個 減兩格的話 哇 這個黃金 不知道要挑到哪裏去 至少七八個生物的黃金產量 是很可觀的 那左邊這個海戰呢 沒拿到就算了 這個海域沒拿到 趕快去補農田3TC開農 更為重要 那目前伯根帝人這邊的選擇 是有可能會先下個修道院 然後趕快去撿地圖上的生物 然後轉型肉馬 把這個地圖給控制起來 但是孟加阿倫這邊也是有這個打算的 兩邊都有在出肉馬 但是孟加阿倫先優先點下了火戰船升級 那伯根帝人這邊經濟呢 非常極限 但是還是一點的奴炮戰艦升級 這裡可能要先開個城市中心 不然經濟落後太多了 OK 補一下 然後挖一下石頭 50石頭 這樣地圖是不是 初始石頭可以的 好像比較少 這個資料好像沒有注意到 那第一個城市中心呢 通常都會開在石礦區 待會挖一下就好了 不然就是要用買賣的方式 去買一百石頭出來 才能蓋第三個城市中心 這邊蓋TC應該是能蓋起來 打上輕重兵已經出來了 下方這裡也開了一個石礦區 這裡是有買一百石頭的 孟加阿倫買一百石頭 然後把自己的城市中心開起來 兩隻殘血的肉馬 拉到森林這邊補下血量 細節都有做好 但是以撿生物來說 不過地人果然還是拿到一些優勢 第二個生物也撿回去了 這邊第三個也撿回去了 下面這個如果要是再撿到 就有六生物囉 那目前看起來 孟加阿倫是撿生物更有優勢一點的 這邊肉馬解掉生女 好 這邊直接收掉 好 這邊直接收掉 馬上其中兵的第一下震 太痛了 有點著想 要直接硬上 沒有打算要撤離 OK 搞定 好 結果這邊居然有肉馬 把他溜了進來 還屠殺到了一隻生女 哇 不管地這邊有點尷尬了 道特這邊的想法 應該是還是會選擇開農路線 應該先出一些兵防守 但是 讓自己不斷村 才是重點 那孟加拉人這邊農度更是誇張 來到了83隻村民 這是包含漁船的數量 但是以村民的數量來說 還是74村 對上61村的村民差距 村民差距還是拉到了13村 這個優勢還是非常大的 而且帶回帝王時代 孟加拉人每一個城市 優惠就多給兩個村民 這個村民會越拉越開的 所以如果道特想要追上 孟加拉人這邊的經濟的話 可能要開到5TC 差有機會追得到 不然就是要在4TC夾住之後 趕快給對方壓力 這邊要進攻 似乎是有點困難 這隻生女 解決掉 馬上輕裝兵傷害非常高 那孟加拉人看起來是想要打戰車路線 但現在的戰車近戰傷害有擴散傷害的效果 所以不確定馬上輕裝兵能不能打敵 那目前我是覺得馬上輕裝兵還是會更有優勢一點 因為他地下陣太痛 只要一直摸到地下的話 孟加拉人可能會很難打 這根寶蓋不起來 道特寶 直接在道特兵前上演道特寶 太狠了這個男人 用你的魔法來攻擊你阿 OK 那孟加拉人直接地龍時代點下 那目前冠地人是2分40秒 差距大概約2分左右 那孟加拉人現在有2分鐘地龍時代的優勢時間 選擇的打法是3 丟到院出生旅去召向馬上輕裝兵的策略 也沒有轉其他東西來擋 槍兵之類的也沒有 還是要轉吧 點了步兵科技了 這個感覺要轉一下槍兵喔 才能夾得住 右邊三聖物已經撿到了岸上囉 這邊要找個機會來撿一下 OK 進到領科 那孟加拉人這邊補下了步兵鎧甲 而且地龍時代一上之後 聰明樹直接加8吋 聰明樹來到了111吋 但是道特這邊有4TC 還是順利運轉 那自己的村民樹也是追上孟加拉人 但是孟加拉人這邊還是有2分鐘的地龍時代的優勢 這根城堡要是修不起來的話 會有點危險 那應該是修不起來 不過電人這邊就可以考慮去轉出火炮了 待會化學可能要早點補 但這邊要優先剩下馬凱還有這個精銳 不要馬上輕鬆兵 馬上輕鬆兵升級好了 那這邊並沒有先轉火炮 而是先用巨型頭死機稍微反擊一下對方巨頭 還有前方的建築物 點下的異攻 我發現還是補了 孟加拉人這邊打法是生旅科技 派科技點下還有疾兵的升級 還有神權政治 該點的都已經點了 待會生旅戰 他就比較有優勢一點 招想不太會有問題出現 那伯格蒂這邊點下了銀罐 伯格蒂葡桃園 那這邊還是繼續選擇了打馬上輕鬆兵 但這邊有轉出戰毛兵的升級喔 戰毛配馬上輕鬆兵 三級伐木一點下 奧特決定要跟他打一個大後期 雖然我的生物下方上生物沒有拿到 但是我的修道率裡面還是有三個生物 林業只是比我多了幾個生物而已 而且我還有伯格蒂葡桃園 所以意思來說 伯格蒂這邊是五生物的優勢喔 五生物喔 非常多 好 那這邊伯格蒂葡桃園的黃金量 來到一千多塊 那轉火炮火槍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今天應該是夠的 好 那這裡城門蓋好 好 孟家人這邊打得非常小心喔 那這邊用擊兵會不會有問題 因為他的擊兵沒有三級的步兵踩槳 所以大家被火槍或是被戰毛兵射都會頭破血喔 但伯格蒂葡桃園這邊升文戰毛兵 卻沒有按戰跑 反正直接上火槍喔 我也覺得直接上火槍可能更好 攻擊力17加4喔 是很誇張的 我覺得戰毛兵應該是不太需要出 而且火槍的傷害很高的關係 就算打大象一傷出來也太容易 因為大象血量多嘛 所以比起轉戰毛 我覺得轉這個火槍更有用一點 OK 孟家人這邊點下了大神佛教 好 接下來他的生侶跟村民的人口贈用數就會減少 那現在可以看到這邊彈出的人口 有184還有16人口 可以展出相公或者是三相之力 那目前我是覺得喔 孟家人這邊比起相公可能三相之力喔 是需要更考慮一點的東西喔 雖然相公數量異多的話是很萬解沒有錯 但是還是有點太軟 好 這邊直接用招翔大王一下 孟家人這邊招翔有點失誤 精銳相公有沒有升級好 後面巨型抽屎機被火炮給反制了回去 後方火槍瘋狂開射 火跟地人這邊點下了三級攻 孟家人三攻也補下了 但是槍兵數量依舊不夠多 好 這邊孟家人相公繼續出 好 那前面的馬上輕鬆兵變少了 就可以考慮繼續出相公了 好 相公這個時候繼續出就沒問題 前排用擊兵跟僧侶喔 勉強解掉了 雖然還是幾刀頭破血喔 好 結果我們又來囉 好 這邊繼續撞 當然我是覺得 僧侶要不要再按一些阿 僧侶不按不行耶 但是現在按僧侶相公數量就會少 但是相公數量一少就會很難打 好 道德這邊過來是 本出了戰毛兵 預防性轉兵 這波打不已沒關係 下波繼續打 好 這邊相公 手點火槍 火槍死亡速度非常快 OK 四隻相公點掉了非常多的單位 OK 火炮要不要回頭打個一發 OK 打到了幾些血量 好 火焰地人這裡 待會要思考是 左邊這邊 現在有優勢了 要不要往左邊衝 然後這裡用戰毛頂 馬上輕裝兵 趕快往裡面走會更好 不要再前線當肉盾 這裡用戰毛兵喔 要配火槍喔 可能是會更好的方法 好 孟加阿倫這邊 要打戰毛兵的話 就是要轉肉碼 肉碼有加兩點傷害 但是現在馬凱的部分 還沒有升級好 暫時沒有辦法使用肉碼去解這個 戰毛兵 遇到戰毛的話 自己可能會先蒸發 數量太多了 好 這邊肉碼過來 好 相公 血量掉很快喔 好 後方馬上輕裝兵解掉了一些肉碼 左邊的輕裝兵果然衝了進去 哇 直接強圈農民 太慘了 硬騎 直接騎上去了 好 孟加阿倫這裡點下的是 三級的工兵台下 雖然 對戰毛兵的話可以減一滴傷害 減兩滴才對 那戰毛兵的額外增傷才是重點 雖然他有這邊減傷 但減傷的感覺也不是非常有用 兵種相剋還是太重要了 好 這邊轉出了更多肉碼 但孟加阿倫這邊的農田已經被 博文帝人這邊馬上騎中兵給圖爛了 現在要轉出更多的肉 是有點困難的 肉類已經來到了極限 博文帝人這邊還有更多肉 還有黃金可能夠了 好 又轉了一些火槍 好 壓到了下方 走進來 城門直接被打爆 好 孟加阿倫這裡有魚船上的優勢 但是陸戰方面好像有點不太行 很難夾 孟加阿倫是沒有火炮的文明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用火炮去打整個戰毛兵 最好的辦法還是用投石車 或者是用肉碼去處理 用相公去對射的話 戰毛可能會越打越虧 孟加阿倫看起來是有點無力回天 怎麼變成農田都已經被踩爛了 但是下方農田又是越傻越多了 所以應該還可以再撐一下下 應該不能說是鳥殺 至少還可以再撐一下下 好 孟加阿倫這邊 轉出了更多的肉碼 但是黃金只剩五百多 而且只剩一個人在挖黃金了 OK 黃金已經斷金了 中間的這些金都被博文電腦給控住 這裡也是喔 好 這裡五台巨型投石機 該死攻城 這邊攻城好像很困難 這也是高地保 後方的相公還在努力反擊中 前面的伯格蒂馬上輕鬆兵 開始進行肉盾夾擊 夾掉了非常多的肉碼 OK 伯格蒂這邊有點受不太了 也減下了槍柄的升級 擊兵配上火槍還有火炮 看火炮被拆掉了 欸 OK 看起來是沒有辦法 把夾得住的樣子了 石頭剩下一百 這個袋修下去會修到青江蕩產 歸零了喔 再買一百石頭 等真的是花自己的所有財產 去買石頭夾住這個位置阿 應該是夾住了 五台距離頭十一 毫無懸念 吃魚了 石頭歸零 殘寶被拆爆 好 左邊還是有少量的馬上輕鬆兵 溜了進去 好 道德這邊轉出了擊兵 南極的步兵鎧甲還沒有伸上去 怎麼打呢 剩下垃圾兵跟少量的相公 好 這邊道德拉了巨頭開始往前 這次有被拆掉一台喔 好 直接反打 結果孟家人這邊投資這麼多的生鋁科技 但最後面卻沒有繼續用生鋁喔 這可能是個伏筆喔 投資太多科技在生鋁上 結果生鋁只打那第一波 後續就沒有再慘了 把剩下的黃金全部殘給了相公 然後轉出了垃圾兵肉馬配槍兵的組合 看 道德這邊的壓力給的還是非常足夠了 這邊直接補軍營 OK 這邊的相公數量剩下一些些 孟家人還沒有放棄 所以農田來到巴士片田 這邊肉馬沒有辦法 打到後方戰毛兵 但是前方的馬上切中兵也是被戳到了幾下 OK 兩邊槍兵庫戳的話 不過地人更有優勢 因為孟家人沒有三級的步兵板架 怎麼辦 孟家人 要倒了嗎 最後的相公 打錯了 聚聚 我們恭喜道德拿到了這場比賽的勝利 錯了185隻的馬上清中兵 那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道德拿到了一些經濟資源勝利 這邊是三勝物對四勝物 但環境材料是黃地人這邊更有優勢 總黃金量也是比對手多了5000 軍事方面則是拿到1.45的KD 這相當不容易 出了這麼多戰毛兵 而且還是遇到大象國 可以打到這麼好的KD 是屬實不易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